因为之前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下水嘛 所以我就玩玩水费 那玩到后来的话 发现那个环境越来越糟糕 因为后来是塑料的东西越来越多 那这些东西的话 在我们的生活中 你如果没有做好回收 没有所有垃圾就是去处理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流到我们海洋里面去的 在水里悠悠的美人鱼 能带给人类世界什么样的省息 从小喜爱水泪运动的杨新元 从事人鱼表演艺术 创立台湾人鱼艺术学院 藉由人鱼表演传递环保减速的概念 打破大众认为人鱼只注重外表的印象 很多人就觉得人鱼就只是 想要拍漂亮的照片而已 可是对我来说 我艺术学院的学生 或是我们海科馆表演的表演者 并不是这样子的伪人鱼 我们做到的是拥有人鱼心 是真的想要为这个环境付出一些什么 所以我们站出来 用人鱼的姿态去跟小朋友说话 长潜水的杨新元 发现海底的塑胶垃圾逐渐增加 固人看见海洋被污染的他 决定着手推广环保 他规划在海科馆的人鱼表演 节目以海洋废弃物为主题 让观众了解海洋正面临的冲击 进而思考如何珍爱海洋 主持人去讲解有关海废的东西 那我们的人鱼再配合外面主持人去做表演 跟一般的那种就是人鱼在那边游 很漂亮的游是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小朋友回去会知道说 为了拯救人鱼 为了拯救我们的海洋 我们该做什么 杨兴源认为 人鱼不只是在水下游动时才是人鱼 在陆地上的生活中 也要落实环保概念 不小心我今天拿了一个塑胶袋 但是我今天知道说 我今天拿了这个塑胶袋 我要把它做好回收 我可能那个袋子 我会用了三十次 我再去丢掉 而不会像一般人 我可能今天用完三秒钟 我就把它丢掉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在生活中 就是人鱼不只是水下的人鱼 除了就是游动 跟艺术 然后这种环保概念 都可以带来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